Living So One 請你不要再提起 失去的愛你失去 誰也不會太追憶 Living So One 時光重重容流血 我絕對你我心裡 從長途你無痕跡 嗨 大家好 我是郭文綺 郭子 這次在8月22號 我在台中的Lexy 要參加《名歌傳奇》 這樣的一個系列的演唱會 其中我個人的演唱會 叫做《唱我們的歌》 當然除了自己的創作之外 我還將曾經影響過我 也是影響過你的名歌 以及當時非常非常快智人口的 一些流行歌曲 我都將在這次的演唱會裡面 來唱給大家聽 能讓大家能夠回味 我想《名歌》給大家的影響 非常的多 所以這次的《名歌傳奇》的系列 除了我之外呢 前面還有金志娟 後面還有許景淳 《台兆梅》 《丁小文》等等之類的 我們會延續下去 所以這一系列呢 希望你們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在一個小型的 這樣的一個演唱會當中呢 我們可以說說唱唱 能夠講講彼此 對《名歌》的感受 以及《名歌》的影響 當然也可以在其中唱歌給你們聽 尤其我不是一個名歌手 但是名歌卻影響我的創作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只要這個演唱會它是具有意義的 對我來講是 它能夠幫助很多人 不管是找回記憶 或者是能夠讓他們 在他們以前的那個時光 或者是好比說在之前 我做了《看見台灣》的音樂會 就在《小巨蛋》的這個音樂會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於是我就接了 所以現在在接所有的這些演唱會 我基本上都是以所謂的意義來接 所以像《名歌》四十這一個 對我自己來說 他們來找我的時候 我義不容辭的就絕對答應 原因是因為我對《名歌》太喜愛了 而且那就是我自己 年輕怎麼樣走過來的 《名歌》曾經伴隨我 非常苦悶的學生時期 那個時候聽著收音機 看著書本 然後經過了國中 然後高中聯考 大學聯考 一直到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 我對他充滿了感情 我相信所有人也是 對他充滿了感情 《痛苦》裡面的甜蜜 那個就是《名歌》 那些歌曲 包括蔡琴 包括《台照媒》 這些人的歌就是 聽到卡帶都斷掉了 我都還想說 什麼時候可以再去買到CD 能夠來聽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很幸運 我是從黑膠唱片到卡帶 從卡帶到CD 這一路來都經過了 然後到現在的數位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現在 目前心事很開放 然後很快樂 然後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以 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夠讓我快樂 讓別人也快樂為主 多謝 感謝 集中 集中